遗产这个词往往都和即将去世的人挂钩 也和自己最亲近的人有关 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轻易立下遗产 但王祖兰却是个例外 近日42岁的王祖兰在自己访谈类节目中 谈论到谁把握家中的经济大权时 他出乎意外暴露出自己已经立了遗嘱 据悉 王祖兰的妻子李亚楠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每次出面也都是紧随丈夫的脚步 夫妻俩捆绑出席活动 上综艺节目 这部分的酬劳王祖兰从未插手 全部都交由李亚楠处理 给足了李亚楠尊重 此外王祖兰还透露 他深知外界对他们夫妻俩不看好 以及批评 加上看过许多夫妻一方突然出事的新闻 虽说他的想法会被指责 是想太多 但王祖兰还是预感到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会出现意外 所以早早就拟好了遗嘱 万一哪天他不在的话 名下所有财产房产都归李亚楠所有 他拥有多少正在出租的物业 这种持续性的收入能让李亚楠不工作也能衣食无忧 保证李亚楠一直有收入 一个在16年已经能够以1亿和3000多万市场价格购买两套房产的人 这间资产上亿压根轻轻松松 不过也不禁让人好奇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才让一个壮年之人会产生立下遗嘱的心思呢 说起来最近两年王祖兰的热度很高 作为TVB高层的他一直是媒体关注的重点 家庭幸福再加上自己又身居高位 这样的王祖兰简直是人生赢家般的存在 然而要知道多年以前他也只是一个贫民小子 1980年1月王祖兰出生在香港 没有显赫的家世父母都干着平常的工作 他自小在马鞍山恒安村长大 也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乌村男读中学史 作为家中唯一经济支柱的爸爸患癌去世 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妈妈身上 作为家中三个孩子中的老大 王祖兰不可避免的要跟妈妈一起 将家中的重担揽了下来 还在学校的时候 他就经常利用周末和假期兼职打工 这样难熬的日子整整延续了三年 三年之后 王祖兰终于还清了家里所有的债务 这个时候 王祖兰为了想让母亲过得更好一点 决定向TVB推荐自己 当时面试官看到 只有一米六多的王祖兰 又矮又瘦 而且还有大大的鼻子 直接在他的面试结果上 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 王祖兰不死心死皮赖脸的请求 给他一次表演机会 主考官被纠缠不过 全且给他一次机会 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他表演的是口技 起先是学黄鳞鸟 八哥 不孤 孔雀 黑罐穷鸟 文须雀 蓝凤罐鸠 叫着叫着 天空中出现黑鸭鸭一片鸟的身影 大批的鸟往面试现场赶来 满天的鸟屎像炸弹一样落下来 面试官弹掉西装上的几坨鸟屎 录用了王祖兰 王祖兰跑龙套 整整跑了五年时间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进了TVB 他深知自己不能靠相貌出彩 拼命往残疑的道路上狂奔 他的口才一流 善于随即应变 他各种才能都有 能写歌词 能编曲 主持少儿节目也出彩 他很快就成为台里的万金油 再次之后 TVB也发现了这一点 于是就让他从儿童节目主持人 提到超级无敌 讲门人的主持人 这其中和王祖兰的努力分不开 但是还要提到一个特别的人 曾志伟 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王祖兰的主持搭档 几乎全部都是曾志伟 两人一胖一瘦 一黑一白 各种搞笑动作 常受到观众的喜爱 当时两人合作主持多个节目 王祖兰能这么快成长起来 其中曾志伟功不可没 甚至圈内很多人 都曾曾志伟就等于王祖兰的师父 毕竟自从王祖兰出道以来 他都一直提携他 在那之后 王祖兰连续主持了多个综艺节目 甚至还拍了不少电影和电视剧 当时他更是登上红馆舞台开秀 成了香港的头牌全能主持人 2005年的时候 王祖兰在一次活动中 碰见了一位来自温哥华的华裔美女 李亚南 当时因为两个人都是基督教徒 所以共同参加了一次教会活动 就是在那个时候 李亚南一口憋脚的粤语 引起了王祖兰的注意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两个人认识了 其实李亚南在国外长大 从小到大向来追求者都不少 王祖兰亲口承认 他在追求的过程中 打败了超过五个情敌 李亚南踏入演艺圈八年多的时间 其中他的绯闻男友 除了王祖兰之外 就只有八爷邓家莹 两人在一起之后 王祖兰表示 坚决拒绝婚前性行为 直言自己够坐怀不乱 就连平时两个人约会的时候 都会喊上朋友 或者说亲戚朋友 哪怕是平时有机会 到对方家里玩的时候 也肯定是在父母在家的情况下 在当时 王祖兰还曾表示 希望李亚南会是他最后一个女朋友 2015年 两人在情人节当天 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举行婚礼 风风光光的将李亚南取进了家门 醉蒙身高差夫妻组合 不知让多少人羡慕 高贵优雅的李亚南选择了王祖兰 是多少人都不会想到的 都会说王祖兰太幸运了 去到了公主般的娇妻 不过还是王祖兰的用心和深情打动了对方 有多少男人愿意一直守身如玉 这是非常难的 何况还是在复杂的娱乐圈 或者这就是李亚南选择他的其中原因之一 两个人婚后的状态和恋爱时期完全是不一样的 婚后在生活中对那些柴米油盐 一些矛盾也就逐渐显露了出来 结婚后 王祖兰在外面连续接戏拍戏赚钱养家 而李亚南在结婚不久后就怀上了第一胎 只能在家安心养胎 孩子出生后李亚南更没时间了 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 这个时候王祖兰因为事业上越来越忙了 很多时候都是李亚南和孩子已经睡了才回到家 值得注意的是李亚南曾经亲口表示 他有着非常严重的洁癖 睡前一定要洗澡 还规定王祖兰也必须去洗 不然就不能在被子里睡觉 但忙了一天筋疲力尽的王祖兰已经懒得动弹了 因此王祖兰宁愿在沙发上睡觉 两人时常面临着分床睡的尴尬局面 虽然李亚南为王祖兰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是由于王祖兰因为工作 长期与妻子分居两地 李亚南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 不过当时王祖兰为了让李亚南的身体健康 那段时间便决定退出一段时间娱乐圈 专心照顾妻子 这才让李亚南慢慢地走了出来 当时王祖兰被很多网友和圈内人士称为 模范丈夫好男人王祖兰 其实婚后的王祖兰还是变得不一样了 更是被网友吐槽 曼马人设崩塌 原因就是在李亚南怀上二胎的时候 两人曾经一起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做家务的男人 在节目中 从结婚开始已经有五年没有亲自下厨的王祖兰 在下班一回家 就开始各种指点江山 最后来到了厨房 根本丝毫不顾忌 当时在怀有身孕的妻子 对着李亚南就是一顿老婆子碎嘴输出 先是问道 你把这个放在这里干什么 又说这个很脏 发霉了你都没看见吗 面对王祖兰这种态度 李亚南只是无奈地摆了摆手 不过为了节目效果 还是带着笑容 配合着丈夫的要求 当时主持人朱丹都忍不住说 他都被吓到了 在整个节目中 不止这一次 那个名字叫爱做家务的男人 但是王祖兰一家和别人不一样 一直都是李亚南亲自下厨 王祖兰只负责在旁边 发号施令 当时在节目中 王祖兰的做法引起了网友的公愤 就连曾经的好朋友 也忍不住说了王祖兰几句 不过王祖兰本人则无所谓地说道 世界上哪有完美的男人 当时在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网友们又炸开了锅 纷纷表示 要劝李亚南回娘家 其实细心的人总会发现 两人相恋到结婚这么多年以来 包括现在已经有了二胎 王祖兰对李亚南是非常情深一重的 说起来他也算是北上 吃到了红利第一批的香港演员 在这个过程中 他还凭借着综艺的热度 频繁试水直播 王祖兰也是比较早就开始带货的一批明星 可以说多年铺垫以后 王祖兰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春天 几年的运营下来 身价已经轻松过亿 不管是香港还是上海都有属于自己的豪宅 和很多一心到内地捞金的香港艺人不一样 能明显感觉到最近的两年很少能在综艺中看到王祖兰 因为从前年开始他又回到了TVB 那是2020年初 曾志伟从前台退居幕后担任高管 一路成为TVB的总经理 王祖兰则作为曾志伟的B榜 成为了TVB的首席创意官 面对TVB不断衰落的现状 昔日的平民小子王祖兰也成了旧式的良药 42岁的他不仅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还是很多人眼中的希望 他遍地开花 既在内地拍综艺 又在抖音狂蹦跶 更是回到吴贤担任创意总监的职务 但是百足甘多爪的背后 却隐藏着满满的疲力奔命 有心无力 祖兰仔担任创意总监的职位之后 确实有心官上任三把火 一口气就大刀阔斧地推出 开心大综艺 好声好戏 死因有可疑 还有姐姐娇油油 等几个综艺节目 但是公众对这几档节目的评价却是 炒冷饭 一抄袭没心意 不仅如此 TVB还有意提拔农夫的西军上阵 担任G2台的创意总监 似乎有时刻准备着祖兰一旦立友不及 就推新人上阵的打算 内有山头文化难破除 内斗连连 外有市场萎靡不值前路 压力重重 现在的王祖兰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 无路可退 又不进则退的境地 有利遗嘱的心思也是在所难免 还是希望祖兰仔可以保重身体